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军事法警察的身份还有特勤任务 好 很好 非常清楚 那麻烦你告诉我一下 你看得到吗 这个是我们营门口 你告诉我一下 这是花博的哪个厂区 不是花博的厂区 不是花博的厂区 不是花博厂区 怎么这么花啊 上面 我说这上面还有搭这个阴架 然后准备要放这个花草墙 奇怪哦 你们那个 我说这个仙兵司令部 什么时候被这个 已经被这个郝博村总长的儿子郝龙斌攻陷了 仙兵司令部已经变成花博司令部了 我请教 请教一下哦 这个你们你们这样子是为什么 为什么要弄成这样子啊 你说配合花博啊 报告委员 花博的展览区 一个有四个展览区 有十四个馆 我们仙兵司令部在花博展览区的核心中间的位置 从去年的十月份开始 台北市政府陆续来跟我们协商 因为在这个地方展览花博 有完整的规划 那么就我们在战训本物 以及营区安全不影响的前提之下 我们同意在营区之外搭看板 帮助花博 争取国家的形象 接规国际认同我们在展览活动上的辉煌成果 辉煌成果好 再搭这个营架是不是需要工人去搭 还是你们自己搭 这个营区外 全部由台北市政府 他委托的厂商 细节我们完全不知 好你们细节完全不知 我是说这么多 我说搭搭这些东西 还要放花放草 我说那么多的闲杂人 等在那里走动 然后进进出出的 然后你们也对这个 台北市政府的这些 这些工作细节也完全不知 然后你跟我说 这个对你们的安全没有影响 对国家安全没有影响 我想 第一个委员 第一个他在营区之外 第二个我们营区有完整的警卫规划 对不起哈 那个主席我想请教一下 我可不可以帮李司令带上花环 可以吗 我可以吗 我尊重委员会尊重主席 我请教 我可不可以帮他带上花环 因为原住民习惯都带花环 可是现在司令部 也这么好啊 要配合花环 台北市很多围城都美化了 美化没有关系 可是刚刚讲的这个 不然 我说司令部 千兵司令部 你们主要任务是什么 跟花环有什么关系 那如果你觉得说要美化的话 那你们不就是全部抓全力配合 所以我请司令你带上花环 这样还比较适合嘛 所以跟我们的任务没有关系 你现在在营区之外啊 你等下在营区之外啊 所以说跟花环有关系 我现在我在讲话 你怎么一直插话啊 合委员对不起 合委员发言啊 我说这很奇怪啊 你说好在营区之外 可是明明我们一看 这大家很清楚 就是宪兵司令部啊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走到门口的时候 你配合花环嘛 我请你带上花环嘛 理所当然嘛 而且你们不要忘记了 花环有五个吉祥物 那个花精灵 到时候是不是要到你们 那个宪兵司令部前面 也去跟那个宪兵一起站岗 如果人家那个吉祥物 也在你们前面晃来晃去 是不是也有这个桥段 到目前为止 到目前为止 我们不知道有这回事 对嘛 你细节都不清楚啊 然后 都不清楚的状况下 你就 你就说啊 这个跟 跟我们这个 国家安全 没有没有关系 不会有影响 那如果说今天 有个不良分子 或者有个什么恐怖分子 乔装成这个吉祥物 跑到前面晃来晃去 带个炸弹还是什么 你说这样没影响吗 报告委员 所谓不清楚实况 是从去年十月份开始 台北市政府就花博展览 这细节跟我们做协商的时候 没有讲到这一点 那我再请教你 而且没有规划这一点 而且没有规划这一点 憲兵要不要跳花博舞 不需要 不需要 你确定齁 不用全力配合到那个齁 确定 但是吉祥物 会不会跟先兵一起战绍 你不确定吧 因为那个 你说在营虚外管不到啊 影响我们警卫安全 当然 我们必须拒绝 我建议啦 你干脆 你们如果真的要配合 你干脆说先兵战绍的时候 你看他们 这个啦 我可以多准备几份啦 这样带着 整体这样比较漂亮啊 全力配合 全力配合好不好 那然后那个 既然就这么靠近展区 那你们也一起来 到时候 配合表演个踢阵步啊 还是耍个花枪 这样子很好啊 配合花博 你们可以 如果说这么配合的话 你主动要求嘛 你就是说这样子 可以 你看我们那个中正紀念堂 那么多那个 就是说大家都来看那个 宪兵在耍花枪 那你们也可以啊 配合啊 对不对 这不是我们的任务之一 那这样子啊 我请教一下 未来啊 这个很可能这个 呃 民进党也有可能 在台北市执政啊 依照目前的选情看来 齁 那么如果 未来是 变成台北市 是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呢 有什么重大活动 你们要不要配合 报告委员去年七月十六号到七月二十六号 高雄市运 我们高雄宪兵队 动用了将近六千兵力的人士 好很好 在高雄市运维护维安 那是维护维安欸 那本来就是你们应该做的事情啊 同样都是行政经官 可是市运有把你们这个宪兵司令部 还是你们宪兵的所属单位 弄得这么花俏吗 这样像话吗 你都觉得如果你觉得你这个带这个花环 好站在你们这个宪兵司令部前面 如果你觉得是不合适的 啊永家辉这样子合适吗 很多东西还没有放上去啦 不像话嘛 你们宪兵司令部不务正业嘛 你该该注意的事情都没有注意 然后去搞这个花博 这太离谱啦 还好意思把这个市运扯进来 维安本来就是你们应该做的事情 那这个跟维安什么关系 你告诉我啊 如果你觉得维安有关系的话 同样都是我们行政资源的项目 行政资源的项目 我说你这个是在狡辩啦 根本是完全都不合适 太糟糕了 我现在请那个 国安局局长 来蔡局长请 很早 你们没有配合花博弄这么花吧 没有 好阳明山比较远 那边本来就很多花草 但是天然的 好还好 没有在你们那个大门口 好永家辉 对 那个局长 较88年了 减少32% 92年减少33% 我没有问你这么多啦 是 我是问你怎么估算出来的啦 你不要说那么多 根据我们需要的车来做估算啦 如果你有需要 我们可以给你做个简报 OK所以 就是根据你们的需要嘛 对 那这样子 你预测说下一届 反正是给 为了总统大选 来采购 对不对 那你 你可不可以告诉大家 你们怎么 你们预测下一届总统大选 总共有几组 几组候选人 我们是规划三组 但是因为他政府总统 所以等于是六个 六个分组 那规划三组 那假如只有两组的话呢 那你们对现在就是说 现在的各种任务需求 还有现任总统编制 那一定 就是说高于这个候选人 那么这个国安将近 你们国安局编列将近9千万 预算要怎么处理 我给你报告 我们其实我们这一次 我只买了五十二两 那我们特勤现在 一共有二十八两当中 已经一零了 我们有七十一两 所以我们买五十二两 还不是我们一零的 所以基本上这不 虽然我们是 我们先检讨 是 我就检讨我们先讲一百年 我们先不要去讲前面 没有 我去讲一百年 因为我觉得 我是讲一百年 不管 不管这个问题 不管是谁执政 蓝也好 绿也好 我都觉得 这个是一个陋系 该改了我们就该改了 因为现在就是说 一百年已经编列了 四千万 给这个正副总统的这个车辆 就编了四千万 那之后总统马 现任总统副总统马上又要再 隔年又要再竞选连任了 那他竞选连任的时候 他等于就是又用那个九千万预算买的车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你这个是有重复编业前义 还是他们就是要选举的时候去用新的车子 我们现在没有编四千万给总统佑 我们没有啊 现在没有吗 没有啊 你确定吗 对啊 我们今年没有啊 我们今年有补助警政署 但是那个是 一百年耶 我讲一百年 四千万耶 那不然四千万是什么 那不八千九百多万 委员好 我是特勤总统负责 跟委员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编列这个是一百年 这个编列这个车辆啊 是给一百零一年新当选的十三任的这个 政府元首这个车辆 因为车辆通常我们必须在一百年 所以选举的时候用了九千万那边的车辆 然后当选以后再买新的 谢谢大家